鲜鱼的话呢咱们画的时候呢可以简单一点 不需要太形象 对吧 这样的话就OK了 这就是一条鲜鱼 好我们用接染的方法啊 去给它颜色给它去涂上 随意一点啊 轻松一点放松一点 不要太它死板 它死板的话呢 你这个这条鱼啊 它就是不灵动 知道吧 好 水分可以少一点了 这个地方有点深 用这个笔给它过一下 OK 怎么样 这样的话呢这条鲜鱼啊 它就是差不多了 也不需要把它涂满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咱们把这个鱼头 鱼头给它搞一搞 也可以干什么呢 给它去涂上稍微的偏深一点点的颜色 对 好然后的话呢 再给它去 用这个浅色 接一下 OK 好 我们用浅浅的黄色 评图一下 最后的话呢把这个鱼的眼睛 用黑色 留一点白 哦呦呦好 那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呢就是一条咸鱼的画法 大家可以动手画一下 非常简单是吧 用的是接染 我可以用黑色的眼睛 对 我可以用黑色的眼睛